抗议的场面我们要回到我们国内 特别来关心这立法院 因为今天立法院开议 在野党联手对行政院长陈冲 提出了不信任案 这也是13年来绿营首次提出倒戈 就连国民党立委都说 对财经内阁很失望 面对逼退声浪是一波波 倒戈案到底会不会成功 礼拜六立法院将会上演朝野大对决 在野党倒戈声浪一波波 立法院今天开议 民进党跟台联队行政院长陈冲 提出不信任案 这也是13年来绿营首次提倒戈 议会上经济部长石炎 想一脸茫然的翻资料 行政院长陈冲呆坐 也无法进行施政报告 政务官不是常任的公务人员 不是常任公务人员的话 其实它就有定期调整的一个可能性 陈冲淡定 在野党却气愤难耐 人民要受多少的苦 一年要受几次的折磨 这个内阁执行到现在 官僧败坏 这个经济凋敝 民政困顿 邮电双长 内阁不能带给民众幸福感 就连蓝营立委也直呼 财经内阁必须大改组 经济部长石炎祥 金建会主委引起名 都难逃被炮轰的命运 我也不满意财经部会首长 石炎祥部长 我们要问他说 下台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财经部会 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委会 我们的这个大陆委员会 那这个政府就是迟钝的政府 那些部会首长 就是反应角色慢的首长 就应该换人 被在野党点名 下台最多票的经济部长石炎祥 还刻意躲媒体不回应 接下来立院将在9月22号上午 加开院会进行不信任案表决 以立法院现有113席立委来算 在野党共有43人联署提案 若要通过 至少需要57席立委赞成 不信任案到底会不会通过 这周六将一件分晓 东森财经新闻 郑家綺 吴志明台北报道